老公你在忙什么呀 工作赚钱做重要嘛是吧 好厉害呀 什么厉害 你跟小孩去玩就不要打扰我啊 我想跟你商量家事 商量什么事啊 我弟不是要结婚了吗 但是那个彩礼还差30万 你弟结婚彩礼差30万 我是他姐姐对不对 那你这多跟人家的女方家交流一点 叫做减一点吗 减不了 我打算这钱我出 可以吗 你出对你有钱吗 我没有但是我们家有啊 我们就当做把这个钱送给他 当做分子钱吗 送给他 我们家有 又不是你有 是你想帮他 又不是我们家想帮 那我们是一家人呢 当做分子钱 就算分子钱也不该送那么多 30万 你就要这么多 你别那么扣好不好 你是他姐夫你应该大方一点 我们家一年挣好几百万 就这30万 算下来也不多啊 是不是 好几百万也是我爸妈挣的 也不是我挣的 那你是他儿子以后都归你啊 你还想要 意思是要我们家30万 去给你弟做财礼啊 分子钱 当做分子钱啊 对 这什么分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额的分子 那我四台姐嘛 我家没有钱 你再怎么四姐呢 最多送个五百一千二都可以了 你送这么多 干什么 什么五百一千二啊 老婆我说你能不能知足一点啊 你嫁来我家啊 我家开招式是不是啊 我爸妈他们赚的钱都不是我赚的啊 那你是他儿子啊 然后我这个房子呢也是我爸妈帮我买的 你现在嫁来给我就可以直接住这么好的环境 你还要求其他的干什么 你好好在这里生活就行了嘛 那我家有酒我们也要去啊 去就去呗 那一送点分子钱就行了呀 你作为一个姐夫就大方一点嘛 而且我们家那么赚钱是不是一年好几百万 那是我爸妈挣的啊 三十万对于你家根本就不是问题好不好 那也是我爸妈挣的呀 三十万就来得轻松吗 怎么不轻松啊 天天听到那个收钱的声音 一天都好几千吧 你知道吗 我爸妈可以超市那也是有成本的啊 虽然你听到那个收银的声音 但是这个他也要是有成本啊 啊 你赚个十块啊 你听到十块的收入 那得要有八块这样子的成本在里面啊 你以为全部都是我爸妈挣那么多吗 难道没有成本吗 我就给三十万我又不是要几百万 那不行三十万也太多了 我又不是不给 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我亲地结婚你就打算送个一千 你亲地结婚那我送一千已经比别人好了 别人亲地结婚还送的没有这么多的呢 三两三百的呢 那是你家看到的啊 我们家那边当姐姐都是送车送房啊 哪里就那样子的 没有那种情况 你给不给 一年几百万 没有 就要你个三十万你都不给 没有 没有钱 这钱当戒行不行 戒 戒 这个人 你怎么说话的啊 像当戒一样 那你问你 你又不给呢 我只能说戒了 都一家人了 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都不给我 你还想不想过来呢 那没有啊 没有 这钱也是我爸妈挣的 那你 你爸妈 他们以后要是没了 那以后就是你的呀 我说你怎么说这种话呀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会不会说话呢 你作为他儿子 你竟然说这种话 那我现在是很生气嘛 我才说出这种话啊 谁让你不给我嘛 我告诉你 你说这种话 我爸妈听到的话 他们对你肯定是有意见的啊 你这样在我们家待的 你位置都待不稳了 我告诉你 他们的不就是你的吗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嫁来跟我 你就好好在这里生活 不要多想其他的 我平时对你都忍气敦身了 我弟结婚我才求你 什么忍气敦身呢 我知道你赚钱啊 所以我什么 我都不敢违抗你 那你还想违抗什么啊 反正这钱你得给我 没有 你不给我 我去问你爸妈要 爸妈他们忙的要死了啊 照顾几个招式 哪有那么多时间跟你来闲聊啊 我们家那么多存款 我就要三十万过分吗 我是 我也是这个家的一份吧 三十万你觉得不过分吗 对啊 你家那么有钱 别人亲弟结婚才给三百两百的 五百的最多 我愿意给你一千八啊 行吗 别闹了啊 要三十万 什么又三十万三十万没有 你没有你爸妈有啊 你去跟你爸妈要 不要 那么有钱都不给我 哪里不给你啊 你日常生活开销那个 你衣服穿的吃的 哪里不满足你嘛 那我现在就让你帮我 把这个茶几钱给我递出了 太高了没有 太多了没有 我说你怎么这样啊 我哪样嘛 一点都不大方 家里面能挣钱 我那么大方啊 还要怎么样 收出去都丢人了你 你有什么丢人呢 那么有钱都不给我 也不帮助我家一点